基隆新石鎮 黃金地段 柳泥縣道航 一分鐘上國道 15分鐘到台北 火車站對面 海港城旁邊 被罰一萬趴 做錯被罰拍 是誰在搞鬼 中山一路20億下 1.8萬元的茶風拍賣 跟他附近的人 室 石 地 物 他的location 地點 因為地點太好了 所以有開花的利益 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他才會不就動產來查封 大家來關注我們今天 這個龍哥打怪 第60世紀 然後我們也使得整個案情 也可以就地來了解實際的看查 看攤 了解案情的問題 好 接著我們就往這邊看 這邊往這邊看 大家可以看 這裡就是基隆北站 然後車子呢 你看一下 往直行這個六線加兩線的人行道 八線道 然後就可以上去了 上去高速公路 所以這裡已經開發成六線主要交道 主要的馬路 然後再加上兩線人行道 八線的大道 所以你從空海圖就可以知道 這裡非常的地理 其實非常的奇惑可擊 所以為什麼這樣做 大家讀者慢慢去想吧 我們也不能夠告訴你 整個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已經竭盡善意的把問題揭露出來 因為整部的執行不按照標準的流程 裡頭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個名字裡 中山一路二四一下 名字叫平安吉祥 可是住在這裡的人 是不是能夠平安 是不是能夠吉祥呢 就看我們這回這個案子呢 能不能夠做平緩 能不能做維護人民的基礎權 是不是能夠做人民呢 不會因為自己突然不小心 然後因為1.8萬元 然後呢 他也沒有真正的關心 那其實他有陳欣喜家的電話 也沒有打 其實也可以做強制管理 也可以幫他收集租金 或者找鄰里來付箱來解決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都沒有做 他一直從頭到尾呢 就是看上他的房屋不動產 而沒有針對1.8萬元的解決 所以整個點 兩個點 第一個點究竟是針對1.8萬元的解決呢 還是呢 直接看上人家的房子 那我們就慢慢可以現場 知道現場的情形 我們就可以了解問題出在哪裡 如果你不知道現場 你沒有就人事實地物一起來討論 你就有可能會被官方的說法所獻獲而不了解 阿嬤 你好 阿嬤 我們就進來 阿嬤 你好 你今天沒有通知 阿嬤 我們來現場來看一下整個地點 這位是黃客是不是 黃客在樓上 黃客在樓上 那這也是黃客 然後我們就進來 家裡 對 看一下 我知道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們沒有通知你 所以臨時都沒有通知 不會 那今天剛好 欸 那這個電視也是新的 對不對 還有很多 這個還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熱水瓶 對啊 熱水瓶 好 我們這個底下就好了 好 那 樓上也有東西 對 然後有兩台 對 好 那我們就知道 好 那我們 大概各位觀眾就知道地點嘛 那也知道整個位置 你看多近就可以找到 馬上就可以找到 這個我們是為了 這個 這個周氏龍哥打怪 第六四集 我們出外景來這邊 好 謝謝阿嬤 好 那我們 我也都沒有跟陳清晰講 待會我們就突襲他的工作地點 看他到底有沒有真的工作 有沒有真的工作 那小朋友呢 上課 上課 聽說有人侵入你們的房子是嗎 不能備案 不能備案 怎麼可以 本來就可以報案 那要報案 他一定要負責查 對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陳清晰說 他這個配電 這整個新的配電 這當時花了 對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房子被查封 OK 我們改天再來找你 好 大家 謝謝阿嬤 謝謝 你看這個地點 其實是他們都是左臨右色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很純樸的 也是為了國家的未來在打拚 然後窮人雖然窮 但是他也沒有受到社會的低收入的補助 然後這個大家自己這裡的臨機都非常的好 那如果你有貼烘條 那臨機也看到啊 臨機早就幫你解決了 那你為什麼烘條沒有貼 然後這個即使你說後來拿出一張照片 那為什麼不敢附在裡面呢 那為什麼照片突然失蹤後來又出現了 那照片有沒有讓附近人知道這房子被查封 如果沒有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樣有點詭異吧 對不對 然後又弄一個假鈴機叫洗衣仙 那為什麼要做這麼隱密 那你的目的在哪裡 是因為你的1.8萬元 不查封怕所有人知道 因為知道就會針對1.8萬元 你就會解決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呢 他就無從解決 你就可以達到你把它查封拍賣 把房子奪人家的財產的目的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不讓人家解決 為什麼臨機都不知道 也不讓查封產生皆世的效力 然後查封的時候呢 也應該有執行員 也不讓執行員知道 為什麼做這麼隱密呢 只有那麼少數人知道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慢慢的 我們就知道這個地點呢 他真的是蛋黃中的金蛋黃啊 所以未來開發力很大 所以大家這附近的人也要特別小心 也這種手段已經做了 以後還會有類似的手段 如果我們這案例呢沒有平反 以後呢這案例呢 會越來越自愈 越來越腐爛 越來越 不按照 行政執行法 不按照強制執行法 裡頭的比例原則 還有裡頭的精神 然後會 把這個 不是正當的行為 違法的行為 認為是正當的 可以被瑕疵 補正 而這樣來侵奪人民的財產 這當然是我們不容喜的 所以各位呢 就必須要抓到這問題的重點 來解決這問題 好 那我們繼續再回頭往前看 所以這裡的其他的房子呢 對 這邊附近呢 有大同集團的倉庫 然後我們不敢肯定 跟大同集團有關 但是呢 當天呢 在來拍賣的時候 竟然執行署 也讓這個 這個 這個 買這個代買公司呢 也出現在 監察委員出現的場合 這比較離奇 因為他已經買定了嘛 他就可以本集呢 信賴利益就好 當然他憑了135萬呢 買了這一塊地 那光是土地呢 就超過135萬 所以呢 你看 門口就是 這個 剛剛的地方 應該那麼近啊 步行 應該兩分鐘左右就到了 非常的近 所以這地點呢 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再來看一下 外頭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讓大家實地來訪查 實地了解 為什麼 1.8萬元 這麼小的兩張 交通法單 的金錢在錢 為什麼他的執行呢 這麼詭異 讓這麼少人知道 然後 其實 為什麼這樣做 其實我們 慢慢就會 越來越 波銀見日 也可以了解 原來 土地開花 的利益 那我們看兩邊 這個都是 這財團的房子 那 財團呢 未來要開花 所以 任何東西 人為 人為 人為財 來怎麼樣做 鳥為什麼東西 這個都會跟利益有關 任何東西 你知道 工錢力呢 如果不能夠守住 手法這條底線 而進入所謂的 被利用 或者怠惰 或者是用工錢力的 這個刀呢 對於良善的人民 下了毒手 或者做了一些 不應該做的事 違反這個比例原則 違反超額查封 違反這個 這個利益衡量 違反均衡原則 這些點呢 整個裡頭 發生100多的 違法的行為 很多筆錄失蹤了 很多執行筆錄沒有 應該做兩份執行筆錄 只做了一份 執行筆錄呢 在107年 9月7號的執行筆錄 要做 突然不做了 到108年5月10號呢 再補上去 做這個東西 真的是不可思議中的 不可思議 所以大家 我們知道這個現場呢 來看一下 所以大家為了了解這個案情 其實很多東西 不要看表面的 所謂一切都合法 但是動機很可異啊 就是一開始就怪怪的 這個案子呢 也不是為了陳清夕的個人 也不是為了他的 老媽媽 也不是為了兩個未成年子女 而是為了我們的法治 是不是有隱藏著不可告人的問題在裡面 所以我們要知道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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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影響一切 所以 當然 執行署呢 也可能是怠惰 但是也可能是為了獲取他的辦案獎金 因為你執行了一個不動產的執行 獎金的問題等等呢 其實這些點呢 都是衍生出來的點 從陳清夕家出來 公路我們 我們高速公路這邊 可以上高速公路 那對面呢 就是基隆車站的北站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裡整個景 然後也可以看一下對面 這邊可以看基隆車站 基隆港 中山二路 從這個明治里 李明辦公室 過一個人行道 就到對面的 基隆車站的北站 然後這個新的建築 這個看起來還沒有起用 那待會兒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北站 還可以往南站看 那這裡呢 你看 這未來真的是很重要 我說的這個基隆的五角大廈 你看真的從空拍圖 就基隆的兩個五角大廈 這個很重要 來我們再看一下 往前走 來來來來 出口港溪街 還有中華郵政 還有基隆分級 還有基隆官財政部呢 的這個官務署 哇 還有呢經濟部標準級檢驗所 這都是重要地點 所以我們知道這一點呢 這出口實在不得了 那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個上面真的很好 有空我們也可以來這邊 好好的了解 了解這情況 這裡不錯 這個是誰啊 魏教授 你怎麼來這裡呢 我們在出外景 你怎麼也跑來了呢 對啊 我看曾經去這個案子 實在非常詭異 那你 我特別來這邊勘察了四次了 真的四次喔 那我們今天 來看 你怎麼不約兒童就來了呢 這麼久 魏教授呢 你這個也來 你也來參加龍哥打怪 第六十四集的這個東西 這個偶然今天就來參加我們的觀眾 好 不是 一起出席好不好 那你觀察到什麼東西 車站的對面那邊就是港口了 就是港口了 所以是 這是一個淡房區 淡房區 淡房的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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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然後旁邊那邊 停車場那邊應該是在養地啊 那這邊 陳清旭先生他們附近這裡 都是 舊房子啊 這邊都是舊房子 所以應該這個地方 應該被很多的財團向重了 這裡 北站的出口 他的車站就在他正下方而已 陳教授要不要搭電梯 我們搭電梯下去 今天順便跟大家導覽一下 那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即將會很繁榮的一個區域 好我們往這邊前面看 你看我轉過來 我們往前面看 你看注意看 前面這裡 前面就是車站 這裡就是火車站的起點 車子就是會停在這個地方上下車 魏教授你真的很厲害 找到這個新的車站 哇 這麼 這車站的站體好漂亮啊 真的很漂亮 未來呢 這個地方一定不得了 真的好漂亮 嘿 我也要搬到基隆了 這麼棒的地方 來看一下美麗的火車 基隆車站周邊導覽圖 哇你看 有海港喔 你看 旁邊有海港 然後現在的位置呢 是北站 然後我們要往前面叫做藍站 一個北站 一個藍站 現在的北站 然後你看一下 過了馬路 對不對 那邊 過了剛剛的馬路 對面呢 就陳欣希的家 你看 這裡呢 北站 有什麼東西 有碼頭 郵政局 經濟部標準局 關稅署 然後藍站有什麼呢 有基隆客印 有城隍廟 海洋廣 廣廠 華帅海景 換店 基隆市政府喔 基隆故事館 和平館 還有基隆廟口 你看 南站北站這麼近 你看 走過去就到了 真的 你可以看到喔 你可以看 基隆的原來這麼近啊 所以這裡呢 我說的沒錯喔 是蛋黃中的蛋黃啊 來 貴教授你來說一下 你是 經濟學者喔 你這不要懂 你說 這個 1.8萬 可以查封拍賣人家 是不是為了利益啊 你覺得呢 我懂那個 陳欣希這個案子喔 是因為1.8萬的交通罰款 拍賣掉他的 這個 40年來的 爸爸 因為醫療 而往生 過世往生的賠償金額 買下這個房子 然後在這邊 安居樂業了40年 雖然前家過了很辛苦 貧窮 但是 他們也 有一個家的溫暖在 但是 執行署因為1.8萬的 交通罰款 竟然把它拍賣掉了 這個是 是 有很大的問題喔 那我們也懷疑 因為那個地方是蛋黃區啊 從執行署的整個執行的程序 我們看到 很多程序是有問題的 他並沒有公開透明 所以我們對這個案子要追 追究到底追蹤到底 看執行署針對這個意義裡面 也沒有就這個程序的違法 程序的疏失 好好去調查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車站都是新蓋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很繁榮地方 就台北市來講 它就是忠孝西路 就是車站前面的忠孝西路 雖然這個基隆是有一點比較沒有跟台北相提並論 但就基隆市區來講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很核心的核心 那我們也必須要來追查 到底什麼因素 背後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利益的糾葛 甚至有沒有相關的 傳言中的拍賣的海蟑螂躲在裡面 我希望我們全民大家來關心 我們不希望讓這個因為1.8萬 來強拍人民的財產 不斷在台灣重演 因為人民基本的生活費 憲法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你不能公權力購這一個1.8萬 又沒有把該發的通知 該學醒 該打電話 直接找到陳清晰當事人 你竟然都沒有做 然後就把人家房子就偷偷的拍賣掉 你公告也不確實 你竟然不在網站好好的公告 你竟然公告到七公所 七公所誰會去看呢 照指引所的規定 通通要放在網路上公開公告才對 那你們也拿不出這樣的證據 出來說你公告在上面了 那事後你也拆光光 人家也沒有任何蛛絲馬跡 可以去分析跟找尋 那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要更透明跟公開 不能因為人民欠了1萬8欠費 把人民的財產把它處分掉 這樣是不符合公益 也不符合他們的官法的原則 你還可以用學醒方式找到他 當面來把該有的文件讓他簽名 或是跟他了解一下他為什麼沒有繳費 為什麼通知他沒收到 有沒有什麼分期付款的 或是他本身真的是財務窘境 沒有錢 那你應該要基於關懷了 你怎麼樣來幫忙他才對 你怎麼可以一下就把它拍賣掉 另外他家裡面也有一些動產 那你的新聞稿裡面竟然說 動產是他媽媽的 那你筆錄也沒有講 你也沒有問 你通通是用預測 你寫在政府的新聞稿裡面 你必須要求證過查證過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把預測的東西放在上面 這個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 我們工錢力那些人 執行署那些人都是寫法的 甚至有一些都是檢察官出身的 那你怎麼可以用這麼草率 不負責任的作為 公然的寫在新聞稿上 那我們也會找適當的時機 好好來跟你們 就你們所說的 來跟你做政績的比對 我們會查查 如果是你們的問題 那我們會公開告知全國的百姓 你所作所為都要接受公平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戰前的廣場的交通 這邊是基隆最返法的地方 交通的流量最多 再往前那邊就是港口 這邊就是港口 這個地方就是台灣最北端的一個古都 最繁榮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 這裡還有很多的重大建設 我們車站的上面這些 本體我們剛才是從北門那邊過來 北門就是在這些 這個地方前面就是北門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站體正在興建 那邊就是高速公路的交流道下來 那陳興去的先生的家就在我指的手那邊 就是從這些調纜車那邊 直接在往那個小山那個地方走 那個就是他們家 那個地方是一個舊社區 那個地方很多的巷弄都很小 結果我在搜尋一些資訊裡面 看到那個地方有好幾份的都更的一些報告 那我才仿然大戶說 原來這裡面有很多的蹊蹺 現在市區也看到非常多的工程在進行 馬步拓寬 所以也有可能之後基隆的 會比較有一些工作機會 如果以後拓寬的話 真的如果有比較有工作機會的話 那當然就會想辦法去跟那個 那個老闆聯繫看看 看看說可不可以在那邊工作 那以前中南部的老闆有在找你嗎 以前中南部老闆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老闆 他現在仍然在基隆 他說他中南部也都沒下去了 因為之前他都帶我去那個中南部那邊 然後我們就是整群人在那邊 後來 他現在不下去了 沒有啦 因為他現在工作也比較少了 真的啦 所以說他跟我講說 以後你如果 你以後如果有工地的話 有沒有要做那個中部或南部 或者新竹以南 我就跟他想說 因為我以後再也不要做那個 要住工地的 我都不要了 如果基隆有的話工作比較少 那也沒關係 我寧可說基隆我也不要下去了 因為經過這種事情 不敢再離開家裡 對不敢再離開家裡了 陳老闆你好不好意思 大家教你一下下 直接講做事情做多久 他等於是臨時的啊 現在就 沒什麼去打 哈哈 現在齁 台灣的事情沒那麼多 要學工夫 也沒那麼厲害 要 你要做這個 頭緒 要學很久的嗎 是嗎 我眼睛比較聰明 是 我主要是現在是沒有 減肆 沒有那個褲子 對 你知道他們家很興奮嗎 知道啊 知道啊 你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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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 沒有避免就在家裡 對嗎 他跟他那裡而已 我們也一直在那裡 他一直沒有避免 對嗎 大家都是健康人 都一直沒有避免 有時候 他會跑到藍波去江中 有可能嗎 那就是不一樣的啊 是啊 不是說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個基隆嘛 基隆也沒那麼多 對嗎 可能那麼多 是啊 所以我們在知道 大家也要知道 我們的工人真的很辛苦 大家有事才做 然後也真的很辛苦 那大家都努力在工作 為台灣再打拼 然後很多事情 都要努力 你怎麼知道他們家裡 人家打賣的事情 知道啊 知道啊 你覺得怎麼樣 一萬八 這幾個人家裡沒去 你覺得怎麼樣 感覺阿明公 政府比較大 所以大家都很怕 政府齁 吃 不小心 家裡沒去 對不對 那你會擦嗎 真的嗎 對啊 無緣無故 一點點 無通地 無啥就沒去 無緣無故 無通地 家裡沒去 這 我們辛辛苦苦 要賺一間家裡 不容易嘛 對啊 要賺一間家裡要多久 對啊 他說 有135萬 還要靠誰 靠掉 100萬 100萬叫他去做廚 他說這是賺到 你覺得怎麼樣 喔 那不可以賺到 那家裡大家裡 要出一個人買一間家裡 就 不可能的事情 對 那些沒有說 所以家裡 有第一种菜 該地點 這麼好 對吧 Gina 車子 北 北 北 南 北 北 北 你覺得是不消耗 我覺得是消耗 消耗人說消耗 大家不要這樣笑 人家是故意人 或是辛苦人 或是做工 我們就澄清是他們的老闆 他們的公投領班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都沒有通知你 我們沒有通知你也沒通知你 這不是問大家 這樣才是這麼耗 對嗎 你要好好照顧陳辛勢喔 對啦 我有工作就趕緊去做 要怎麼做 不可能由這間房子彈回來 對啊 你那幾年也沒有用一間房子彈回來 對啊 我們政府 1.5萬 每個人的房子 拿去 按摩某人拿去 說是由人彈到 他還會去做房子 有房子 有錢 不然他就對了 這是消政府嗎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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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的政府 你覺得 消政府 蛤 社會抵震的位 這樣 大家都知道 OK 謝謝 謝謝 感謝你 祝你一切身體健康 平安順利 謝謝 基隆車站北站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我們知道 他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我們也看過 藍站跟北站的地方 我們今天 就請到一位基隆的律師 彭律師 你能不能介紹一下 你的大名是彭傑毅 我是彭傑毅律師 請問一下彭律師 你覺得 陳清夕的案子 你的列有所聞 你覺得這個案子 因為1.8萬 就 經過所謂的行政執行程序 然後也不讓陳清夕知道 然後整個做工的陳清夕 要養他的父母親 我們也知道他很辛苦 那在這裡 這個1.8萬 然後直接對於不動產的查封拍賣 然後查封陳信有很多的問題 我研究過建築 有一百多個疑點 也包括整個筆錄不見了 然後筆錄裡頭很多問題 就覺得蠻奇怪 那你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律師 你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伸張正義呢 要不要為當事人來努力 是如果說 就陳教授剛剛所說的 就整個卷宗裡面 有相當多疑點的話 那當然是必須要 為他做一個正義的伸張 是 謝謝 所以我們也知道 這個案件也蠻多的 前國很多的律師 法官 法界人士 甚至執行署的人員 他都有跟我講 其實這件案子 他們覺得非常的特殊 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並不是 因為陳清夕的個人的問題 而是為了讓我們的法制 能步入正軌 然後是不是查封要有揭示的作用 讓債務人知道 因為陳清夕以前也有萬太銀行的查封 他也知道就會去解解 現在這個查封呢 陳清夕都不知道 他的臨長 里長 整個中山里的 中山區的這個里民都不知道 然後他的一個臨機呢 甚至來自於系指 你以這個基隆的這個律師呢 如何來幫他主持正義 或主持他應有的權利 我想就律師的角度啦 就像陳教授剛剛講的 我們是要去探討一個制度面的問題 而不是就他的個案 那如果說他整個 行政執行的程序 確實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 把相關的捐證資料 引印出來之後 那我們再來做個研究 能夠找個救濟的管道 謝謝 彭傑義彭律師 謝謝你 然後也謝謝很多 基隆的 這個鄉親父老 還有律師司法人員 都進來 來拯救陳親系 其實我們今天在基隆北站的時候 也發生過一個 基隆的里長 他的承受的司法的不公 他也要求呢 要我們幫他忙 其實台灣 我為什麼 要來幫他忙 其實因為 我以前也有被破壞過 那當時也有人 一不容辭出來幫忙我 所以我現在 碰到不公不義的事情 我也要伸眼手去幫助別人 我覺得這個才是 促進台灣的法制的一個重要 這跟任何東西都沒有關係 我們覺得 這個認為有不公不義的事情 應該路見不平 應該出來拯救他們 出來使得一切不入法制的軌道 台灣呢 未來才會有邁入法制跟自由民主的重點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也謝謝彭麗絲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謝謝 謝謝 謝謝